大家好,这里是重设几欲 一个留不开钱的频道 摊开整个世界地图 中国是最重视传统婚庆仪式的国家之一 境内不同地区 常衍生出独特的风俗 虽然部分过世的仪式 比越来越多人视为漏习 许多夸张的婚闹影片 也在网络上广受批评 但毕竟婚嫁是两个家庭的事 在不少人心里 他们希望自己一辈子就结婚这么一次 为了让双方长辈更好地接受彼此 维系日后的亲家感情 并避免因为婚礼产生嫌隙 不少年轻人平时说得好听 到了自己要结婚时 都还是会顺从礼俗 由于中国人格外重视排场 加上自古延续下来的行客文化 婚礼就成了打死不能丢脸的场合 因此过往每年都有极其庞大的金钱 在这个行业流动 许多年轻人甚至整个家庭 攒了很久的辛苦钱 最终都扔进那一晚上的灿烂 然而打开中国网路 近期最新热搜词 却是所谓的三无婚礼 与只登记领证 不办婚礼婚宴的裸婚不同 三无婚礼多数还是会举行仪式 但在面对繁杂的礼俗时 有了更现实的取舍 因此会比极端的裸婚 更贴近主流大众 至于三无是哪三无 是背后暗藏哪些底层脉络 这是否会是中国民间消费趋势的巨大转变 本期就来一探就近 我们最近聊过不少次 中国近年经济前景未明 对动荡耐受度最差的年轻群体 所受影响最为深刻 因此 中国民间衍生出蹭老式消费 不仅老年旅团 设居大学课程 与老年食堂 开始出现年轻人的生意 今年冬季 各地校园还出现军大衣与花名袄的风潮 理性消费一词 更成为这两年中国市场的代表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中国近年兴起极简婚礼潮流 打开百度 微博热搜等网页 我们很容易就可以观察到 当前中国民间对三无婚礼 居高不下的讨论热度 一般来说 三无婚礼指的是无车队 无接近 无伴郎伴娘的结婚仪式 但事实上 省据的远远不止这三样 在越来越多的婚庆场合中 无私宜 无煽情催泪环节 无婚宴 甚至不邀请嘉宾 这样的选择日益常见 回归根本 极简婚礼的初衷 就是一切从简 但跟彻底极端的裸婚 却有本质上的不同 来自江苏的小陈 2013年底 跟相识近十年的女友成婚 他们目前都在上海工作 两人一个月的工资相加起来 有将近两万人民币 在上海租房生活 日子还算过得去 而在刚结束的这场婚礼中 这对新人舍弃了街亲 私宜与催泪环节 洞房更是坚决不闹 他们亲手操办下 新人自己单纲司宜主持 亲自掌控整晚的进度 虽然没有经验 但小陈夫妻俩 事前做足准备 整场婚礼 受得意想不到的好评 新娘的好友事后表示 这次跟以前去过的婚礼截然不同 或许因为是新人自己主持 两人的默契 比专业司宜来得更好 现场跟亲友的互动 更加自然大方 也少了刻意做效果的尴尬场面 小陈受访时也指出 由于夫妻俩的想法高度一致 他们在筹办婚礼时 很快就删去许多不必要的环节 使得整个晚上的流程更加紧凑 他后续也强调 他们夫妻俩相当幸运 两方亲属都很开明捧场 在这场兵主近欢的宴会中 双方亲友都度过了美好的一晚 在以上案例中 小陈夫妇选择三无婚礼 背后有两个目的 第一是省钱 第二是为了打造一场 真正属于自己的特制婚礼 撇除个人偏好不谈 三无婚礼之所以兴起 金钱上的考量绝对是其中一大重点 要想了解这波变化 我们要先回到前几年的荣景 根据中国结婚产业洞察白皮书 在走出疫情影响后的2021年 中国婚嫁市场显著回温 随着90与95后的群体 逐渐成为市场新主力 加上各地热钱四亿 有多达八成的新人 对婚礼高度重视 凡事都愿意亲力亲为 也乐于花费时间与金钱 为自己操办一场盛大的婚礼 2021年的数据显示 中国新人平均结婚的开销 约为人民币17.4万元 主要支出集中在婚礼婚宴 珠宝钻戒 婚纱摄影 也有超过四成的新人 愿意为了更好的服务与产品超值 以婚纱摄影来说 当年一线城市的新人婚设消费 平均都要超过一万人民币 二三四五线城市的婚设消费 也相继突破八千元 整体消费呈现上升的趋势 看向整体服务与衍生商品 当年的中国婚嫁产业链 持续向两端扩张 新人结婚涉及的商品类型 已超过九个 除了常见的珠宝钻戒 婚纱 婚礼策划 饭店 婚礼派车等 服务性商品也相当热销 如何办场体面的婚礼婚宴 就成了新人们绕不开的话题 然而时间来到当前 中国民间的消费习惯已出现转变 反映在婚嫁市场中 便是三无婚礼的崛起 越来越多新人 一改过去几年的趋势 舍弃不那么必要的环节 一来节省开支 二来更省心省力 在这波趋势之下 年轻人打着三减号的旗帜 将老旗又套路的传统婚礼 大刀阔斧 砍成理想的形状 三无四无乃至各种花式砍单 婚礼不断瘦身的同时 仍维持了一定的仪式感 在许多专家眼里 三无婚礼跟前一波热点裸昏不同 当前的新人们 仍惦记得仪式感 他们砍除的是对传统习俗的不认可 是对形式主义的挑战 而不只是为了省钱 将所有活动一锅端地删除 简单来说 三无不仅仅是简号砍单 年轻人还是用上了家号 将他们更重视的环节 以更高的比重 添加到自己的人生大事之中 在许多实际案例中 新人虽然拒绝理车 思宜与传统的催泪仪式 当后者本就有些尴尬过时的感受 顺势换掉 反而对整体节奏有所加分 在许多婚礼上 禁酒的老规矩 换成了草坪上的舒适游戏 赌门昏闹的仪式 转换成好友交谈合影的时间 老掉牙煽情催泪故事 如今变成人们向父母真诚的道谢 少了靠套路吃饭的思宜 宾客也省去被开低俗玩笑的担忧 当然 三无婚礼并不适合所有人 对于那些希望拥有盛大热闹婚礼 或是想到安全牌 避免翻车风险的新人来说 这种形式可能就不太适合 毕竟对人们来说 每人的喜好与期望都大相径庭 婚礼正是个人与家庭价值观的展现 总结来说 三无婚礼之所以盛行 背后可以归纳出两大因素 第一当然还是省钱 在大环境前景不明的当前 减轻家庭经济压力 将钱用在刀口之上 是许多中国年轻人的理财方针 然而我们也知道 常态性的消费习惯改变 确实容易跟经济变化做上连结 但像婚礼这种一生一次的大事 要刮起反转风潮 背后一定还存在别的动力 而这里就是我们前面提过 中国年轻世代 针对不喜欢的传统礼俗 展开全面性的挑战 许多人办了三无婚礼后 并不会像裸婚一样藏着业着 而是广发朋友圈 向亲友分享活动本身有多么成功 在他们眼里 三无不是令人尴尬的存在 反而是值得骄傲的成就 好了 这集的穷社就到这里 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 不妨在下面留言 聊聊你们的想法 最后我们强烈推荐 严选台湾美食与进口精品的电商平台 DMark马克优活 本次强烈推荐 世界顶级的纽西兰麦卢卡蜂蜜 创立自1893年的Sellers Honey 以获得BioGrow NZ认证 全天然的优良品质 不含基改成分与沙虫剂 可协助抗扰并强化免疫能力 本次主打礼盒套餐 另有茶叶与爆米花可供选购 收获没光划算 错过得实在可惜 而我们后续还有更多严选优质商品 将一一陆续推出 有兴趣的朋友 欢迎点选下方连结上线选购 也欢迎追踪我们的脸书跟IG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